琉璃英语万用词 小词又大用 英语大不同 琉璃英语万用词 英语思维家核心词汇 说出任意场景 无障碍表达 我是星辉 很开心呢 我们今天来到新一天的学习 上几个当中呢 咱们学习了一个词叫 Done 它是Up的反译词 Up呢是从下到上 而Done呢恰恰相反 它是嘟嘟嘟嘟嘟嘟 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讲一下 继续完成Done 其他画面的学习 从上到下 从高到低 从好变坏 来 所以它的第四个用法表示 状态的改变 有一种积极的心态 变成消极的感觉 来咱们看句子 He always feels a little bit done 它总是感觉 有点点闷闷不乐 刚刚我说这个词呢 叫a little bit 但实际在英文当中 我们单独出现a little 或者单独出现a bit 都是表示一点点 那么他总是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叫做 He always feels a little done or he always feels a bit done 都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么在这里 人的状态是昂扬的 当然就是开心咯 那人的状态如果是低沉的 就是闷闷不乐咯 来我们现在看这一个句子 他拒绝了一位朋友的邀请 He turned on a friend's invitation 好那么在这里 什么叫拒绝呢 就转着转着 我把这东西给转没了 是吧 我们小时候应该玩过那种飞镖 一搓 有的人搓天上去了 一搓有的人搓没了 没了那不就是 一个不好的事情吗 他状态往不好的方向去走了啊 所以He turned on 叫做他拒绝了 He turned on a friend's invitation 他拒绝了一位朋友的邀请 来咱们接着看啊 在这里我们这个词叫 put down 动词加done 表示状态的改变 好 你看put是放 放着放着 把一个事给放下去了 就是什么 平息了 镇压了 咱们看句子 soldiers went in to put down the rebellion 说士兵啊 他们就出发了 出发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把这个叛变 给他放着放着放下去 好注意这个单词不太好读啊 rebellion rebellion 连到一起 soldiers went in to put down the rebellion 好 来我们接着往后走 状态的改变 我们还可以用 die和done 连到一起 但那是死亡 对吧 done是往下 这两个没一个是好事 但存在了不存在了 那done是一直往下 所以连到一起呢 是减小或者减弱 来咱们看句子 after a while the wind began to die down 说过了一会儿之后呀 这个风开始干嘛呀 死去了 开始往第一走了 就是减弱 风势减弱 这个趋势减缓 都可以die down 好了 我们再往后 let somebody down 比如说 我让我妈妈低沉了 就是我让妈失望 let my father down 我让我爸爸失望了 让谁失望 就是让谁的状态往下 比如说你妈对你满怀期待 啊 你妈现在 那不就是失望吗 对吧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 大家看句子 he'll never let his mom down 他永远不会让妈妈失望的 我们歌里面也经常唱 I'll never let you down I'll never let you down 其实就是这个词的表达 let somebody down 让某人失望 那注意哦 done不光可以表示一种状态 表示失望的 他自己本身也可以作为名词来用 表示消极的状态 来咱们看一下 a few dunes in his business have made him depressed 说呢 生意上的几次挫折呀 让他很郁闷 那么几次 a few dunes 在什么地方呢 in his business 让他怎么呢 made him depressed 让他很郁闷 很失望 来我们再看句子 life is always about ups and downs 生活总是关于 起起落落 就是人生难再得 有起就有落 我们其实描绘的是一种 人生的一种状态 所以在这里 如果下次 你再想跟人聊聊那种 偏哲学的 你说 人生嘛 不过转眼一挥间 人生不过起起落落 也没有那么难 其实就是这个词 ups and downs and a few dunes 那几次挫折叫 a few dunes 那如果是几次成功呢 其实就是a few ups 对吧 它俩是相对应的嘛 你不会说成功 那个单词success 你就可以用up这个词嘛 所以你看啊 我们是非常非常 有形象和画面感的 用up去替换success 当然呢 我们也直接用done 去替换了什么呢 失败怎么说啊 disappointment fearlier 对吧 那些词那么多那么长 我们都已经不用了 那你看disappoint 这个单词多长啊 disappointment 我这个天哪 是不是 你都没用 你就用这个简单单词汇 是不是全搞定了 可以啊 来 我们现在看一个 摩登家庭的片段 姐夫和小舅子 一起开车出门了 发生了如下这样一个对话 还有什么 I'm a little upset with Cam 他说呢 我有点失望 I'm a little upset 关于谁呢 with Cam 关于Cam这个人 我有点失望 他失望的原因是什么呢 来咱们进 他失望的原因是啥呢 来咱们再听一遍 I'm a little upset with Cam I needed his help this morning and I needed his help this morning 我这个早上呀 需要他的帮助 and he let me down 然后呢 他就让我失望了 是吧 在我需要他帮助的时候 他就让我失望 你看这个多难过 是不是 I needed his help this morning and he let me down 那我们再停一下 I'm a little upset with Cam I needed his help this morning and he let me down OK You got it 来咱们现在看三个句子吧 发生什么事 你看起来有点沮丧 状态低沉 网络一整天都无法运行 那无法运行 是不是状态往下走呀 我不想让人失望 失望和沮丧 是不是一回事 好 你自己可以试 先写一下 OK 欢迎回来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No.1 What's up You look a bit done 怎么了呀 你看起来有点沮丧 好再看 The internet was done all day long 说呀 这个网络呀 一整天都是向下走的 就是它没法运行啊 一个单词都搞定了 好 I don't want to let others done 我不想让别人失望 就是我不想让别人的状态 是往下走的 好 那现在我们把三个句子 连到一起核心了 所以我们再来表达一下吧 祝你的语气啊 可别兴高采烈地 把它们说出来 一定要悲伤一点 What's up You look a bit done The internet was done All day long I don't want to let others done 好 咱们看 第五个用法 表示状态 从这种 一燃一爆炸 变成稳定了 对吧 我们可以想一想哈 就是 看着一锅水 从这个 马上就要 炸出锅的这种 废水 慢慢当你拧了 你的那个 燃气罩那一瞬间 是不是火没了 然后它是不是 变平息了呀 这个时候 从水势的沸腾 到水势的平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叫done 那么当然了 水势可以平静 人的心态和走势 是不是也可以平静啊 来咱们看句子啊 We must get done to work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平静一下 回到什么呢 to是表示到达什么啊 到work 到工作 We must get done to work We must get done to work OK 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 我们一定要按下心 来去干嘛呀 去学习 We must get done to study 是吧 我们一定要按下心 来去干嘛呀 去研究 We must get done to research 是不是都可以呀 来咱们接着往后走啊 settle down settle down这个词 表示的是习惯或者定居 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下 让自己定下来 来看句子 He quickly settled down in his new living environment 他很快呢 就让他自己 在新的生活环境当中呢 安定了下来 settle down settle呢是定 当然呢是再往下 又你看又定又往下 那不就是安定下来了吗 是不是 好 再看句子哈 My parents decided to settle down in a small town after they retired 说呢 我的父母决定定下来 在一个小阵子 在他们退休之后 好 他很快的就适应了 在他新的生活环境当中 来 两个句子啊 都是一种 哎呀 历经了繁华 大起大落的这一生 最后 嗯 尘埃落定 落叶归根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词 叫settle down 来咱们再来一遍哈 he quickly settled down in his new living environment number two my parents decided to settle down in a small town after they retired 非常好 来咱们再看 come down come这个词表示安静 down是往下啊 往下了安静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让他平静下来了 we were able to calm her down 我们尽量的让他平静了下来 我们可以直接说啊 比如说他平静了 哎 咱们可以直接说个句子叫做 she calmed down 就是把他整体当成平静来用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说 对吧 哎 我们让他平静了 哎 就是come her down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前面这个应该是个somebody 对吧 like我们 你们他们 总之就不是他这个 所以你看 somebody come down 和come somebody down 他可以连到一起 作为一个不急误动词 因为他后面啥也不跟了 对吧 像一个整体在用 他也可以作为一个 有点急误的 对吧 come her 先把他给稳下来 然后再让他不断地去done 所以这个很好玩啊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个原声片段 这里是一个职场的环境啊 你刚刚我们的男主人公 说了一句什么话 用到了done这个词 Oliver I can't be here all day Oliver I can't be here all day 说呀 我不可能在这待一天的啊 说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就是赶紧点 赶快点 速战速决 Oliver I can't be here all day 然后紧接着来的一句话 Let's get down to it What do you got? 说什么呢? So let's get down to it 咱赶紧把这个事给他快点办了啊 以后你生活当中 如果想快点办什么事 我们就可以用 Let's get down to something Let's get down to something 比如我说啊 咱们把它给搞定了 Let's get down to it 我们把工作给搞定了 Let's get down to work 我们把学习搞定了 让它尘埃落定 Let's get down to study 我们都可以 来 现在咱们来看两个句子啊 音乐让人静下心来 它把生活节奏放慢 是不是都是一种 嗯 这样的感觉呢? 好 那么现在你先自己试着来写一下吧 OK 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Fitting background music Makes people able to condemn 说呀 这个恰当的背景音乐呀 能让人们尽可能地去放松下来 去平静下来啊 Fitting background music 适当的背景音乐 我们老说BGM BGM 很多人老问我 BGM是什么 B呢就是back的B G呢就是ground M呢就是music 所以连到一起叫 Fitting background music Fitting background music 恰当的背景音乐 Makes people 让人 Able to come down 静下心来 好 来看第二个句子 He needs to slow down to avoid any physical problems 说呀 它需要放慢节奏 然后避免任何的 这样的一个身体问题 He needs to slow down to avoid any physical problems 好 那么在这里 咱们注意一个词啊 叫做身体状况 身体问题 就是这个物理的这个词啊 叫physical physical 嗯 好 看短语 Break down Break是中断 Down是往下 断了 还一直往下掉 这没什么好事 对吧 I see 汽车抛锚了 这个人痛哭流涕崩溃了 大楼坍塌了 都是这个词啊 又断了 还往下走 没好事 Break down 出故障崩溃 来看句子 The car broke down 它也不一定是抛锚了啊 它有没有可能是 这个车散架了呢 有可能 有没有是这个车 可能是爆胎了呢 也有可能啊 所以你不用说老师 这个break down 就一定是抛锚吗 那不能是别的问题了吗 当然怎么就不能别的了 Break是中断 当然是往下 中断又往下 汽车那么多问题 它一定是抛锚 不一定啊 不一定 所以我们是 要看句子的情况 具体分析的 好了 看第二个句子 The young woman broke down in tears 这位年轻的妇人呢 干嘛呀 整个人已经 哭得不像样子了 是吧 就是整个人已经崩溃掉了啊 在眼泪里面已经崩溃掉了 已经没法弄了啊 好 所以我们先把两个句子 连到一起 The car broke down The young woman broke down in tears 非常好 来 除了break down 表示崩溃 碎成一堆了 那我们再看 Talk down to someone 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啊 Talk是高谈阔论 说话 down是往下说 然后to 你看啊 比如我是 玉皇大帝如来佛祖 悟空呀 你这五百年 在五指山下课 还好吗 当你一座精神 往这一座 你在跟那个孙猴子 说话的时候 孙猴子再有天然能 在你这儿 是不是也是个小喽啰呀 所以 Talk down to someone 就是居高零下的 跟谁在说话 所以你看句子啊 Our leader never talks down to us 我们领导 从来不震得高高的 跟我们往低说 就是什么呢 就我们领导 没什么架子 他不摆什么关架子 他没那个far 他就很平易近人 是吧 所以这句话叫做 Never talk down to us 所以下次你再说 哎呀 我觉得高老师 特别接地气 是不是 哎呀 我觉得高老师 特别有亲和力 你看这种 这亲和力 这个接地气 用英语怎么说呢 哎呀 这个高老师 特别平易近人 哎 我请问你 这样的成语 或者这样的邂逅语 或类似这种的四字格 用英语怎么翻译呢 其实你会发现 他们三个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直接翻译成什么 直接都在英文当中 一律翻译成 Never talk down to anyone 永远不会站着高处 向低处跟别人说话 就这人很好处 很平易近人啊 好 那刚刚是 talk down to someone 那如果是 talk someone down呢 你看很有意思啊 我们就是一词直插换了点 聊一个人 一直跟他往下聊 打个比方 我啊 嗯 头被按下来了 我啊 又耳朵 头又被按下来了 我每说一次 每被往下说 每被往下说 往下摁一次 这叫什么呢 哎 叫做 说服某人不要做 talk somebody down 然后我们看句子啊 Are you trying to talk me down 你是想 试着把我给 聊下来吗 嗯 哎 就是说服 我不要去做吗 想我放弃吗 啊 ok 看句子啊 我们一定要带着那种 嗯 挑衅的语气啊 Are you trying to talk me down ok 这就是我们这两个词啊 看着长得很像 但实际上意思有点不一样啊 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 来看这个词叫 cut down cut呢 叫削 叫切 是吧 我们拿个萝卜 这个动作叫做切对吧 我做饭的时候 把这些手指给切了 I cut my finger 对吧 我把这个衣服给割了 是吧 割一下衣服 裁剪一下 cut my clothes right 那cut down 啥意思呢 哎 就是削减减少嘛 好 那咱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句啊 他们正在减少盐的摄入 cut down 叫做减少 cut down 这个动作呢 落在盐的头上 所以呢 我们用on 这个词 那么连到一起 cut down on sort cut down on sort 再比如说哈 我们要减少工资 也就是说 我们cut down 减少这个动作呢 是落在了工资上 cut down on wages 很好 来咱们接着往下走 look down 这个词更形象哈 look是看 down是往下 往下看 什么意思啊 看不起 鄙视 是吧 所以这个词 什么蔑视 鄙视 什么轻视 就是总之你们能想到那些词 都是这个意思 OK 来咱们看句子啊 they shared all they had and did not look down on anyone 他们分享了 他们拥有的一切 而且从来不抵抗任何人 如果你生活中 有这样的一位工作伙伴 或者你有这样的一位朋友 或者有这样的一位爱人 请你一定要珍惜 能够跟你分享一切 还从不抵抗任何人 OK 来我们再读一遍啊 they shared all they had and did not look down on anyone OK 来我们再接着往后走 and for your information Sheldon does not look down on women he looks down on everyone 这句话非常非常经典 我记得当时在看 young Sheldon的时候啊 我就在想 我是先看了成人版的 Sheldon过来的啊 因为在我们的 非常火地不明 剧叫《生活大爆炸》当中呢 我们的男主人公 就是一个成年版的 Sheldon啊 就是高级的一个 高智商天才 他平等地鄙视 这个世间 除他以外的所有的人 所以当这个小女孩 跟妈妈去告状 说哎呀他看不起我 妈妈说什么呢 他不是看不起你 他是谁都看不起 所以你也不用觉得 怎么着 所以妈妈说了一句 and for your information 在这里我们有时候呀 发短信的时候给人 我们会用一个缩写 叫FYI for your information 为了让你知道一下 Sheldon does not look down on women 她不会瞧不起女人 她没有低看女人 她是瞧不起任何人 OK 我们再听一遍 and for your information Sheldon does not look down on women he looks down on everyone 好 这句非常经典啊 就是当时 我看完整个第一季的 Young Sheldon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一句 因为这一句话 它完美地 诠释了Sheldon 我们的男主人公 他的性格 就是他是如何地 骄傲和高傲 以及平等地 鄙视每一个生物 OK Look down on 好 那么今天关于Done的 我们的表达很有画面 就全部学完了 那又来到了 我们最精彩人心的时刻了 就是咱们的对话啊 橙色部分都要用到Done 我们先来看看吧 Ama和Jenny的一个对话 Ama说 哎呀 我要去趟图书馆 你要一起吗 Jenny说 不不不不不 我打算去趟药店 去什么地儿 go down 嗯 哎 我就不提醒你了 你自己想啊 Ama说 哎呀呀 怎么不舒服了吗 看你打不起精神 打不起精神 是不是你状态很低落呀 啊 Jenny说 我感冒了 而且刚和约翰 大吵了一下 他说呀 你又要分手了吗 任妮说 你是劝我不要分手吗 对吧 哎 这个劝是谁不要分手 就是 你分手 你不这样 就要吵架吗 是不是 啊不起来了呀 那你不分了 嗯 是不是就当下来了呀 对吧 应该很有画面嘛 他说 我会说别这么做 你做的时候 不知道啊 那不做 嗯 是不是这样啊 一样的啊 但是呢 这个取决你的决定 陈妮说 行 谢了啊 对了 哎 你知道药店在哪吗 他说 就在离这条路不远的地方 啊 就是沿这条路往下走不远 你就看到了 好 我们所有的成色部分 全部都是done 但是具体怎么写呢 哎 需要你done 对小脑瓜 一起来试试啊 所以现在给你一点时间 你先按一个暂停 写完之后呢 回来听我讲 Ama说 我要去到读书馆 你要一起吗 好 我们翻译成英文是 I'm going down to the library Do you want to come together? 我要去图书馆 你想一起来吗? I'm going down to the library Do you want to come together? No I'm going down to the drugstore 所以在这儿 不管去哪儿 其实我们练的 就是这个词读 叫做going down to 可能你要问我 老师 我能用go to 为什么要用go down to 你看啊 路呢 我们一般是不是 沿着路往下走 和沿着路往上走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它其实暗示 你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说go to的时候 是不分方向的 但如果你是往这个方向 肯定是go down to 但 如果你是往这个方向 那就是go up to 明白了吗? 哎 所以如果啊 你自己去感受这个方向 出了门 一条道走到黑 往下走 你就是go down to 你要沿着个小路 往上去攀攀 就是go up去了 嗯? 来我们再继续 Ama说 What's wrong? 怎么了呀? Are you not feeling well? 你是不舒服吗? You seem to feel a bit done 你看着好像 不太有精神哈 他说 I have a cold And I just had a big fight with John 我感冒了 然后我刚刚跟他大吵了一下 这个是我们have的用法 have是把什么有对吧 有了这冷气 感冒了 有一个大的争吵 就是跟人吵架了 你顺便把have也复习一下 咱们接着脏后 Are you guys breaking up again? 你们又分手了 他说 Are you going to talk me down? 你是往下在撩我吗? 你是劝我不分不动吗? 他说 I would say Do not go down that road 那我肯定这个意思呀 我劝你就别走那条路了 是吧? 我就劝你别这么干了 我们这里呢 路是一条虚指 是吧 它指的就是这个决定 这个人生的选择 这个方向 总之就是这个表达 叫做Go down that road But it's your call 但是呢 这个是你的决定 对吧 你在召唤你自己 你的内心在说 打架吧 打架吧 分手吧 分手吧 It's your call 那你就分 你的内心在说 别打了 别打了 和好吧 那你就和 It's your call 所以这个词很有意思呀 你的内心是怎么召唤你的 你就怎么做决定 所以翻译成 取决于你 也不知道是我翻译的好 还是我讲的好 来我们再看句子啊 Thanks 谢了 By the way Do you know where the drugstore is? 你知道这个药店在哪吗? 它说 It's just a few doors down the road 它说呀 就几个门远 往这条路往下走 对吧 我之前说过啊 什么叫不远 不远就是几个门 大概的距离 是吧 你就想 如果你不是什么皇宫贵气 还说老师 我这个 我们住那个英国女王的这个皇宫 是吧 那个门落长了 哎 我知道的世界上再长的门 它也不可能说一扇门长到一里地以外 这根本就不可能 哪怕是紫禁城的那个门 它也是你肉眼可见 大概是几米或者几十米 对吧 所以说A few doors 这个door再宽 它也不可能远到一里地的啊 所以就表示很近 很形象的一个表达 咱们之前 一节给大家讲过啊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全讲完了 现在邢老师带着你 把句子来练一下 你自己找找感觉 看能不能读出那个味儿 以及呢 当我不给你看英文的时候 你能不能还知晓 我到底在说什么 Here we go I'm going down to the library Do you want to come together? No I'm going down to the drugstore Oh, what's wrong? Are you not feeling well? You seem to feel a little bit done I have a cold And I just had a big fight with drawing Are you guys breaking up again? Are you going to talk me down? 什么还委屈息息的啊 我要分手了 红老师说你们又要分了 你要劝我吗? 朋友说 I would say Do not go down that road But it's your call 你别那么做啊 但是取决你了 Thanks By the way Do you know where the drugstore is? 你知道那一个怎么走吗? It's just a few doors down the road 好 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学习就结束了 关于Done这个词呢 它既可以是真实的肉眼可见的位置往下去走 也可以表示抽象的趋势的改变 也可以表示状态从消极的沸腾的活跃的变得积极和平稳 那么总之呢 不管是距离还是空间还是状态 都是Done这个词 它的这样的一个用法 好了这节课我们学习了Done 和他经常一起搭配的动词Go 他的画面又是什么呢 可能你觉得老师GoGoGo不是去去去吗 这么简单还用学吗 Go真的这么简单吗 那我问你Go Down Go Up Go Over Go Off怎么翻译啊 你知道吗 你看Go的这些搭配你是不是都不会啊 所以还是不能小叙它呀 那Go到底会展开怎样的故事呢 小思有大用 英语大不同 我们下节课不见不散 See ya